来到对焦的页面 我们有一个主体追踪 那这个主体追踪就是 你如果有追踪到 你想要侦测的东西 像是我们下一个 有人物 有动物 有车辆 那如果他侦测到这些东西 他就会一直锁定到这个人的上面 然后你动到哪里 他那个对焦点 就会锁在这个人的上面 或是你要拍摄的追踪的物体上面 还蛮酷的 那你如果把他关掉呢 他就会变成很多很多自动对焦点 然后让他随便让他乱跳 就是我觉得R3最厉害的 就是他的追踪东西 就你真的是拍摄这种会动的人啊 车啊动物 真的是完全对焦点 你不用动他 他就一直追踪到你想要拍的东西上面 超棒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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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 的话呢 我们就快速来到我们第六页 那其他的部分差不多 其他部分跟其他部分就跟其他的Canon相机都大同小异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就快速滤过吧 那我们来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神电这个东西它调按凝默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超赞的但是就只有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神电页面里面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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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一個我們來到扳手的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 這個就是來矯正你的眼睛 來到扳手的 來到扳手的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 那這裡就是來矯正你眼球跟相機溝通的東西 你如果矯正好那你眼球自動對 來到扳手的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的功能 那這裡就是來設定就是來矯正你眼睛跟相機溝通的東西 如果你矯正好那你就變成你眼控對焦可能成功的機率比較高 那你如果設定矯正的不好的話 那你可能看左邊結果焦點就跑到右邊去 你就會發瘋啊 然後那這個就是要認真設定一個東西 那雖然 來到我們扳手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的東西 來到扳手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眼球眼控對焦啦 來到我們扳手 來到我們扳手的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 那這一個就是我們的眼控對焦 那這裡的眼控對焦 你的矯正眼球跟你的相機溝通 也就是在這裡做調整 所以如果你沒有細心的去矯正你的眼睛啊 來到我們扳手的第四頁 來到我們扳手第四頁有一個眼球控制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眼控對焦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或關掉 那裡面矯正的部分也在這裡 那你真的是要細心的去矯正 不然你就會看著左邊 結果對焦點跑到右邊去 你一定會發瘋 所以這就是要 多花一點時間的地方啦 那但是我現場沒有時間去那裡超級慢 然後在那裡很認真的去矯正 所以可能現場稍微有一點 不實用這個眼控對焦 但是我不知道之後 如果真的是超級 用心的去矯正這個東西 會不會到底 會不會實用性就暴增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那就之後再說啦 那我們的扳手第五也有一個系統狀態顯示 我覺得也頗酷的 這也是比較專業的系列才會有的東西 平常的R系列小台的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來到扳手的第五頁有一個系統狀態顯示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快門的壽命 來到扳手的第五頁有一個系統狀態顯示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 到底終身這台相機 到底觸發多少次快門 不用接到相機啊 用 來到扳手第五頁有一個系統狀態顯示 那這裡可以看到我們這台相機 中身的快門數 你就不用接USB到電腦 然後下載一些奇怪的軟體才看到快門數 直接相機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就換上來 這裡按照的 這條件數字 這裡按照 會現場 這裡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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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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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